Hello 大家好 我是汤之伯 很久没有做菜了 今天在这个 香港这个 集市买的这个葱 还感觉很好 还是黄葱 想了把它拿来做这个 我们这个后青菜 就是 花葱粉 就是 葱 跟这个 瘦肉 还有加点这个 花生进去做花粉 看看我们今天这道菜做的好不好吃 我们先把这个葱呢先把它 活的 先把它这个 生的这个肉先剥出来 比较麻烦的就是 这个 撑肉的要 生的剥出来 但是好吃的 也是因为这个撑肉是生的剥出来 啊 所以呢 做吃了就不能 嫌麻烦 嘿嘿嘿 剥了半个小时哈 剥了这个 一大碗 还挺不错的 这个葱 那现在呢要把这里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丝丝 还要把它撕掉 这个不能吃的 挺好的这个葱 做一道菜啊还是很辛苦的 这个 葱啊终于 包好了 你看 这么一大碗 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 大的盆里面 加点生姜一点 放进去 然后呢 再多加一点 番薯粉 这样子的勺 大概要这个 4勺 到5勺 再加一些生抽 加些老抽 这主要为了上颜色 然后把它抓一下 这个颜色出来了 朋友们看有没有在那个 父亲这个吃这个 原来这个 回父亲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吃这个花生粉的 这个颜色已经出来了 这个成分啊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道 一个一个调料 就是什么的 就是笋丝 我们上次 买的那个 米猴的那个笋丝啊 刚好呢拿来做这个成分 这个呢放在那里 腌一盒 就这个笋丝 蓝玉笋丝 我们等一下 肉还要再 切一下再腌一下 等下一起来煮 我们把这个 瘦肉 切成 薄片 然后拿去腌 腌一下 和在这个成分里面煮 把肉也放进来 腌一下 倒点生抽 老抽 一勺的糖 然后加点番薯粉 把它抓一下 可以了 可以了 腌一下 我们现在来 开始煮这个 撑粉汤 锅烧热 加点油 把葱头放下炸香 倒入鱼露 加入鱼露 加入烧汤 扫热 将它烧开 水烧开了 现在我们先加入 发露 加入酸水 酸水多加一点 把味道采会出来 直接倒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把盛粉下去了 盖上锅盖 烧开了 大家看 满满的一锅 很漂亮 现在加上炸好的花生 放进去的提一个香味 再加入香菜和葱 太漂亮 可以出锅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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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